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三个现在正在前往沙漠腹地的热瓦克寺遗址 今天呢我们就将带领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一千多年前的热瓦克寺遗址到底是什么样的 热瓦克佛寺遗址位于新疆和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距离和田市50公里 我们从和田市出发向北进入沙漠公路 周围的风景开始变得粗广 沙漠公路两旁只有少量耐旱植物生长 当车辆驶入沙漠腹地的时候 我们竟然意外地碰到了一群骆驼 我们看到了一头骆驼 应该是一只野骆驼 我们看见它了 就在前边 野骆驼是塔克拉玛干目前一只最大型的野生动物 被称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的守望者 目前全世界的数量不到一千只 可以说比大熊猫还要珍惜 近年来中国强化自然保护地监管 实施生态恢复项目 野骆驼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目前已达七百封左右 我看见它了 我看到它了 这里骆驼在靠回不是一匹是两匹 三匹四匹五匹六匹 大家看啊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骆驼 然后这有一个水池 骆驼在这个地方喝水 刚才我们路过这个公路的时候 就看到说是有野生动物的通过区 我不其然刚走了没有几公里 就看到了沙漠的精灵骆驼 我们看到的骆驼 属于散养在沙漠中的家骆驼 这种人放天养的方式十分有趣 平时骆驼自由地在沙漠中觅食 休息 交配 铲仔 和野骆驼生活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每隔两年 牧民才会把铲仔的骆驼带回家中极难 骆驼没有固定的活动区域 一般觅食范围在二十到五十公里之内 季节转换时还要进行几百公里的长途迁徙 为了保护这些沙漠守望者 沙漠公路还设立了提示牌 提示车辆进入野生动物穿过区 要减速观察 为动物们提供了一条生命通道 对面又有一辆大车过来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走快一点 安全地通过这条路 它过去了 非常惊喜 非常惊喜 这头骆驼 看到他们在这里可以生活得很好 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告别了骆驼 我们继续驱车前往此行的目的地 热瓦克佛寺遗址 半个小时后 我们终于见到了遗址的真面目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热瓦克寺的遗址 其实站在这个遗迹面前 还是非常的壮观的这个遗迹 虽然它现在只剩了一个两层三层的这样的一个台积 但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个人围 里边有一层人围的像砖那样的一个痕迹 然后可以想象它在之前的话 也是一栋非常漂亮的建筑 热瓦克佛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 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遗迹 一千多年前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国 经过此地时 当地百姓修建了这座以佛塔为主体建筑的寺院 它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佛像造型 都保留了原始的建陀罗风格 为研究佛教传入西域的年代和古代雕塑艺术 提供了考古帮助 确实有一种 矿路传过格式 对 有种穿越历史 其实已经在非常努力的想象 它以前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也看过资料 也看过很多的复原模型 但是确实跟 也跟我们资料记载的 还是有加拿大的差距 我觉得来到这种遗迹前 可能更多的需要靠我们的想象力了 在遗址展厅 我们见到了这座佛寺的复原模型 精美的建筑结构 洁白无瑕的颜色 栩栩如生的佛像 如不昭示着这座佛寺曾经的辉煌和荣耀 同时展厅里还展出了不同时期 人们为了保护遗迹 不被国外探险家偷盗 所做出的努力 走出展厅 我们见到了如今在这里工作的看护员 他叫托尔孙江 他和他的妻子 在这里工作了三年 负责遗迹的巡逻和保护 这里没有通电 没有通水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在这里种出了树木 给茫茫沙漠增添了一抹绿色 这天他的孩子也放假来陪他们 孩子们的欢笑声 也让他们在艰苦的工作中 有了一丝慰藉 当我问起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时 他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 回答了我的疑问 这个答案让我备受感动 中华人士的文化 再见 再见 好了 拜拜 走了 离开日瓦克遗址 我意识到 无论是沙漠中的野生动物 还是历经千年的文化遗迹 在这里 都有一群人默默地守护着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份守护 也将继续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